下面我就开始今天的报告 首先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是中日两国的强弱差距 抗日战争是发生在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 要讲清楚这个问题 首先需要研究两国的国情 日本是当时世界的工业强国之一 从1931年到1937年 日本的工业增长速度 年均是9.9% 1937年 也就是抗战爆发的这一年 日本的工业总产值 大概是60亿美元 我们中国呢 只有13点亿多元 也就是说 日本的年工业产值 当时是中国的四倍还要多 打仗 离不开钢铁 当时日本的钢产量 是580万吨 中国的钢产量呢 很可怜 只有4万吨 所以日本的钢产量 是中国钢产量的145倍 要打仗 飞机要开动 坦克要开动 汽车要开动 不可能没有石油 当时日本的石油 是169万吨 中国呢 很可怜 只有1.3亿万吨 日本的石油产量 是中国的129倍 1937年 日本的武器生产能力 可以做到每年生产 飞机1580架 大口径火炮 744门 坦克350辆 汽车9500余辆 造船 造船就是造军舰 造军舰 造军舰的能力 那么日本是 造船能力 每年是40余万吨 造舰能力 每年5万吨 我们中国呢 非常可怜 我们不能够生产 一架飞机 一门大口径口炮 一辆坦克 一辆汽车 所以说在这一方面 当时我们中国的能力 是零 我们当时中国 仅仅能生产 少量的小型舰厅 它的主要的部件和原件 还必须要靠进口 在1937年的时候 我们中国只能够生产 步兵轻武器和小口径的火炮 战前日本的总兵力 是448万人 中国的总兵力呢 大概是200万人 当时的日本 有作战飞机 1600架 中国只有 223架 日本有舰艇 285兽 中国仅有 60余兽 用步兵式来讲的话 那么日本美师 是21945人 中国只有10923人 陆兄的主要的武器是步枪 那么日本的步枪 它的射程是3000公尺 中国只有2000公尺 轻机枪 日军每个师 配备 541艇 中国的每个师 只能够配备 274艇 重机枪 日军 每个师 是104艇 中国的军队 只有54艇 野三炮 这是一种重型武器 那么日军 每师 是64枚 中国的军队 仅仅是9门 以上 我是想说明 当时的中日两国 日本在国家的 经济力量 军事力量方面 处于绝对 优势的地位 而中国 的国家的经济力量 国家的军事力量 是处于绝对的 劣势的方面 当时 中日两国的差距 不仅表现在 国力 军力上 而且表现在 国家的统一 与分裂的 歧义上 日本实行天皇制 国家统一 商下其性 武士道 今生弘扬 中国呢 国共两党 正在生死搏斗 1931年11月 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在江西瑞京成立 跟建都南京的 号称中央的 国民政府对立 第二年 日本人在东北 成立了维满洲国 此外 广东 广西 四川 云南 贵州 西康 山西 新疆等省 都存在着 各怀医治 就是大家都有自己的 不同的目标 各怀医治的地方实力派 所以说南京国民政府的统号令范围 只有长江中下游的 有限的几个省份 过去中国有句话 大家很熟悉 叫齐逢对手 降与良才 我想当时中日两国就不是对手 不能成为商政双方搏杀的合适的对手 第二个问题想讲的是 中国抗战必须争取和利用外力 你想啊 一架飞机 一辆汽车 一辆坦克 一门大炮都生产不出来 这个仗怎么打呀 所以说必须要争取和利用外力 早在1921年 中国著名的军事家蒋白礼 蒋方正将军就提出来 日本的战略是速战速决 就是赶快打 赶快把中国灭亡了 当时日本的一个陆军大将 跟日本天皇有个对话 天皇问这个日本将军 说你看打中国呀 需要多长时间 这个将军回答 一到两个月 也就是日本人原来估计 用一到两个月的时间 就可以把中国消灭掉 蒋白礼将军啊 他争锋相对的提出了一个战略 叫持久消耗战略 日本人越快越好 要想消灭中国 但是蒋白礼提出来 要打持久消耗战略 一个字 托 托到什么时候 托到国际局势发生变化 托到西方的战争和东方的战争 河流 这个是蒋白礼将军啊 在这个1921年就提出来了 那么蒋介石呢 在1936年6月 曾经跟英国到中国来访问的一个经济学家 有一段对话 讲怎么讲呢 说 对日抗战 是不可避免的 中日两国一定会打一仗 由于中国的力量 上不足击败日本的进攻 说我将尽量使之拖延 讲不理讲拖嘛 所以讲就是表示 我要拖 当战争来临时 我将在沿海地区 做可能的最强力的抵抗 然后逐步向内陆 向中国的内部 内陆撤退 继续抵抗 最后 我们将在西部的某省 可能是四川 维持一个自由的中国 以待英美的参加 共同抵抗侵略者 也就是说 蒋介石继承了 蒋方正将军的思想 说战争打起来以后 沿海守不住 上海 南京 杭州 广州守不住 那么我怎么办 我要做最坚决的抵抗 然后退 退到哪里 一直退到四川 在四川 等待英国和美国参传 然后共同 反对日本侵略 大家可以看出来 蒋介石讲这段话的时间 是1936年6月 也就是说是抗战 全面抗战 爆发之前的一年 蒋介石已经对于抗战争的发展 和他的前途 和他的前途 做了一个很正确的估计 那么要争取外国的力量 要争取外国的帮助 首先靠谁 争取谁 过去啊 历史学界 历史学界 有一个很普遍的看法 说南京国民政府 是亲英美派 蒋介石 是跟英国美国友好 说英国美国 是南京国民政府的组子 说蒋介石一定会 按照他组织的命令 去反抗日本 但是历史表现出来的情况 完全和这些历史学家的相反 蒋介石首先并没有 要求英国美国的援助 首先要求援助的 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 1932年12月 也就是918世边以后的第二年 蒋介石把我们上海的 一位老外交家叫闫慧庆 他当时住在上海 派到苏联去 跟苏联的外长 外交部长谈判 要恢复邦交 中苏两国本来是有外交关系 但是1929年断交了 那么到了这个时候 到了1932年 蒋介石就把颜慧庆 派到苏联去 谈中苏两国要恢复邦交 蒋介石在日记里写了一段话 他说 与俄复邦交 跟苏联恢复外交关系 可以使得日本人害怕 那么蒋介石说 我跟苏联恢复邦交 这个就是对日本的 第一位的打击 而且蒋介石在日记里写 说敌人怕什么呢 日本人怕什么呢 日本人最害怕的地方 就是我首先要采取的对策 那么蒋介石认为 日本人最害怕的是苏联 所以我首先要做的是 跟苏联恢复邦交 所以在世界上 跟中国最早结成绝门 绝成同盟的国家 不是英国 不是美国 也不是法国 而是苏联 1937年 中苏两国签订了一个条约 叫互不侵犯条约 名义上是互相不侵犯 你不打我 我也不打你 实际上是一个同盟条约 是一个互相帮助的条约 有了这个条约 苏联人就可以 向中国运送武器 就可以向中国运送飞机 就可以向中国派顾问 派飞行员来支援中国 所以说在全世界 最早援助中国的国家 是苏联 那么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 以跟苏联结成同盟之后 然后才是争取英国美国的努力 那么1937年12月 南京沦陷 然后就是武汉会战 在武汉会战之前 广州失线 那么广州 香港地区 原来是英国的势力范围 那么日本人 占领了广州 所以蒋介石 就把当时 英国驻华大使 叫卡尔 跟他谈了四个小时 四个小时不够 又谈了一个小时 就讲啊 说华南地区啊 跟你们英国关系密切 使你们英国的势力范围 现在日本人把广州占领了 你们英国人要讲话呀 你们要游手动作呀 也就是说 蒋介石想争取英国 支持中国抗战 所以但是呢 尽管蒋介石 跟卡尔苦口婆心 口干舌燥 讲了五个小时 目的是想争取英国 表个态 支持中国抗战 可是最后 这位卡尔大使 只表示 我们同情中国 中国抗战外交路线的确立 那么 早在 1937年10月28号 当时 我们上海 八一山大战 已经打起来了 那么 蒋介石到苏州 对军队干部 发表了一个演讲 讲什么呢 题目叫 以光荣的牺牲 求最后的胜利 蒋介石讲 如果单靠 我们一国 现有的军事力量 与它对抗 我们建设未成 准备不足 当然 不容易打败它 这个大家很理解 我们 一辆坦克 都造不出来 一辆大炮都造不出来 一辆飞机都造不出来 我们拿什么去跟日本人打呀 所以蒋介石说 我们建设未成 准备不足 当然 不容易打败它 但是 我们是被侵略的国家 我们是为国家生存而战 是为用户国际正义而战 这种神圣伟大的民族抗战 世界各国除了日本之外 都要同情我们 赞助我们 我们就可以 用国际形式来压迫敌人 也就是说蒋介石 把希望寄托在国际 要想动员国际力量 来压迫日本 南京快沦陷了 11月16号 蒋介石在南京 主持国防最高会议 他的演讲题目叫 国府迁瑜 与抗战前途 因为上海已经丢了 日军正在沿着太湖两岸 向南京进军 要把南京拿下来 要让中国去福 那么国民政府已经决定 往重庆搬 往重庆搬 那么在演讲里边 讲就是讲 说现在侵略国家的对面 在日本的对面 一定会产生一个 英美法书的联合阵线来 可以说国际形势 已被我英勇抗战 所改造了 如果我们继续努力抗战下去 一定可以达到 各国在远东 敌视日本 包围日本的目的 一定使日本 陷于绝对的孤立 这个目的是不远的 是很容易达到的 大家可以看出来 这个时候 国民政府的外交方针 已经定了 就是说要跟英国 跟美国 跟法国 跟苏联 组成 联合阵线 就是要跟这些国家 组成一个反对日本法西斯的同盟 为了这个目的 国民政府 包括蒋介石做了很多努力 我下面是举了几个例子 看看国民政府 看看当年蒋介石 怎么样努力地来促成 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行程 1938年 1938年12月11日 蒋介石跟美国大使专声谈话 说中国一定要争取成为太平洋上独立自由的国家 我们期待着与美国共同担负世界和平的责任 那么1939年 孙科当时是立法院长 正在苏联访位 那么蒋介石告诉孙科 英国和俄国正在谈判合作 希望苏联方面不要忘记远东 并且希望能够促存中俄英法在远东的合作 这个是蒋啊 通过孙科对苏联方面做工作 要在远东 中国 苏联 英国 法国要联合 那么蒋介石 而且要孙科 说你当面去告诉苏联领袖斯大林 要向斯大林讲清楚 中国的抗战与世界和平的关系 让英国 法国都能够透气地了解 让我们中国参加反侵略的团结 与各国民众进一步地做伸张公理正义的共同努力 那这个是让孙科去做十大林的工作 我们中国要参加这个反侵略的团结 也就是说要参加这个反法西式的联盟 那么蒋介石再次 极见英国驻化大使卡尔 说呀 你们英国政府赶快跟苏联递进军事同盟 而且要让它推广到远东 推广到亚洲 当时的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 蒋介石告诉英国大使 说如果你们英国需要的话 我们提供二十万收购训练的军队 这二十万军队归英国指挥调度 我们共同在远东地区 在香港地区 反对日本侵略 做了苏联的工作 做了英国的工作 那么又做法国的工作 那么蒋介石给当时中国驻法大使 雇为军给他打电报 说这一次英国和法国在新加坡开军事会议 是否可以将中国与英法 在远东的军事合作的希望 秘密决定下来 那么希望法国政府能够让中国参加 并且有所准备 有所决定 苏联的工作做了 英国的工作做了 法国的工作做了 那么蒋介石邮建美国的顾问 美国的总统顾问叫拉帖摩尔 蒋介石告诉他 我国对日抗战已经四年了 但是到四年以来 只有我们中国一个国家抗战 孤立于民主阵营之外 我们单单的一国跟日本打 说能不能请你跟罗斯福总统讲 向英苏两国推动 促成与我国建立同盟 参加英国 美国 澳大利亚 荷兰 太平洋的联防会议 介意保证中国与其他民主国家 立于平等地位 这个是做美国总统拉帖摩尔的工作 就是表示我们中国 孤立地打了四年 现在我们要求参加太平洋的联盟 而且中国要作为一个平等国家 参加这个联盟 但是呢 所有中国政府的这些努力 所有讲解说的这些努力 都没有能够马上起作用 所以我下面讲的问题是 中国政府反对英媒妥协 有一位历史学家评评我 所以蒋介石为什么抗战呢 他是英国人美国人的走狗嘛 所以他为什么抗战呢 是因为英国美国 他的组织 他的头头 组织 要蒋介石抗战 所以蒋介石才听他的组织的指挥 抗战呢 所以我说是中国政府对英美的妥协行为做了斗争 英美才分别投入抗日斗争 不是蒋介石听英美的话 而是蒋介石和中国政府跟英美做了斗争 英美才对日本采取行动 那么我想啊 我们看事实 这个英国这个国家呀 老奸巨华 他对日本长期的是采取的妥协绥靖政策 什么叫绥靖 绥靖政策 安抚他 让他别闹 让他呀 爱干什么干什么 中国当时的驻英大使 顾维军曾经有个回忆 他说英国怎么样呢 说他的政策 就是在不损害自身利益的情况下 极力讨好日本 而不惜牺牲别国的利益 特别是中国的利益 英国人企图使日本 不要在中国以外的地狱打仗 就是英国人保护自己 讨好日本 那么1939年 英国驻日本的大使叫克莱奇 跟日本的外相 外交部长叫友田巴郎 在东京有一个谈判 这个谈判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说 日本人 你必打英国 你必侵犯我英国在远东的利益 你不要去碰香港 不要去碰新加坡 那么我 英国 支持你 那么在这个英国日本互相谈判的时候 蒋介石发表了一个演说 他说 任何对于日本的让步 将必防害中国 将必违背九国公约制规定 说你这么做 就等于帮助日本侵略 就等于帮助日本撕毁九国公约 说你英国怎么可以背信秘义 干预侵略国相赋 而放弃其对华九远之夷 这个蒋介石这段是批评 英国批评很厉害呀 就是你英国你怎么可以背信秘义 跟日本人站在一起 站到中国的对立院去 而且蒋介石听出来 说贵国所应该采取的最贤明的举动 就是立即和停止跟日本的谈判 也就是中国政府明确地反对英国跟日本妥协 当时中国政府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反对美国跟日本妥协 当时的情况是 英国 法国 在欧洲已经跟德国打起来了 而且美国也也很可能 在太平洋跟日本打起来 那么美国人 就可能陷入一个叫两洋作战的局面 什么叫两洋作战 在大西洋跟德国打 在太平洋跟日本打 这个两洋作战对美国是不利的 所以美国人尽可能想避免 既和德国打 又和日本打 这种局面 所以呢 美国总统罗斯福就写了一个备忘录 交给当时的美国国务卿 美国国务卿相当于外交部长 讲什么 美国恢复对日本的经济关系 抗战爆发以后 蒋介石曾经给罗斯福打了一个电报 说呀 你们美国要 如果要帮助中国的话 一定要对日本采取经济方的制裁 当时日本需要战略物资 需要钢铁 需要石油 需要铜 需要铅 需要大量的战略物资 我们大家都知道啊 日本是个小国 资源小国 没有钢 没有铁 没有石油 什么都没有 那么日本人为什么能够进攻中国 他这些战略物资从哪儿来呢 从美国买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钢 石油 铜 铅 都是美国人卖给日本人 所以蒋介石跟美国总统提出来呀 你要帮助我中国抗战 你一方面还在把这个钢啊 铁啊石油啊 你卖给日本人 这个怎么行呢 说希望美国人对日本采取经济封锁 经济制裁 不要把东西卖给日本 罗斯福当时听了蒋介石的意见 宣布了几条 第一 废止美国跟日本方面的贸易协定 不卖了 另外 冻结 日本在美国的财产 因为当时日本在美国 大概有一亿多美元的储备 那么罗斯福说 你这批储备 我美国冻结了 那么 钢铁不卖了 石油不卖了 财产冻结了 这个 日本受不了啊 他没办法打仗呢 所以 美国和日本之间就开始一个谈判 这个谈判在历史上叫日美谈判 谈判的主题就是 生意要继续做 钢铁石油你要继续卖 我的日本的财产你要解冻 那么罗斯福呢 就给美国的外交部长 给他一个备忘录 说美国恢复对日本的经济关系 向日本供应一定数量的石油和大米 以后再增加 那么好了 原来 不卖石油 那么飞机没法上天 坦克无法开动 汽车无法开动 现在美国表示 我石油继续卖啊 所以这个是 美国政府准备向日本妥协 那么这个国务卿赫尔呢 在罗斯福的这个备忘录的基础上 又定了一个办法 叫临时过渡办法 内容是什么 说美国同意修改 冻结在美日本资产的命令 我刚才讲到不是美国人 日本人有一亿多美元 被美国政府冻结了吗 那么现在美国表示 这个钱解冻 而且表示 他继续买石油 卖给日本 另外还从日本进口 日本的深思 这个就在 罗斯福妥协的基础上 进一步妥协了 那么这个妥协的结果呢 就使得日本可以进一步向中国 向东南亚发动侵略战争 我请大家看蒋介石的一段日记 说 接到了 看到了 美国人所考虑到的 对日本放松妥协的条件 痛愤自治 蒋介石说 我非常痛恨 非常愤怒 说 和美国 娱乐致辞 说美国人啊 罗斯福这些政治人物 怎么这么笨 怎么这么懦弱 蒋介石下面下了个结论 说 从此可知 帝国资本主义者 唯有损人 损人利己 毫无信义可言 这个帝国资本主义骂谁啊 骂的是美国呀 蒋介石说 我过去以为 美国人不会这样子 所以我过去 对美国人 始终信仰 认为美国人和英国人不一样 说 从今以后 我就知道 世界道德之堕落 所以看来我们中国 求疾以外 没有可以相信的朋友 所以世界道德本来就是这么糟糕 本来如此 乃余致辞 说我太傻了 过于相信别人了 这个蒋介石在日记里 既自我检讨 又严厉地批评美国 那么我讲到这个地方 是不是会有多在想 说蒋介石也就是在日记里 骂骂美国就是了 他敢公开地骂美国吗 那么当天蒋介石写了一封 给胡适的电报 胡适当时是中国政府驻美国的代表 蒋介石讲 说从此国际信义与人类道德 不可复畏 不能再谈了 说请你把我这个意思 告诉美国的国务卿赫尔 切不可对经济封锁 有丝毫的放松 我蒋中正也不相信美国政府 到了今天对日本人 还有那么多的幻想 这个是让胡适告诉美国的外交部长 这是白天 晚上蒋介石又写了第二封电报 说 现在由于美国向日本妥协 所以呢 我们中国人心动摇 要求美国政府立即表明 跟日本绝不妥协的态度 借以安定人心 挽回大局 免使中国抗战 全功尽弃 民族牺牲 浪费了虚职 这个是蒋介石给 一天之内给胡适打了两个电报 要求胡适向美国方面提出交涉 那么在这以前呢 英国和德国 在德国的慕尼亦开会 英国的首相张布伦 向希特的妥协 蒋介石在给胡适电报里讲 回忆往年 英国和德国妥协 牺牲了欧洲的两个国家 一个是捷克 一个是波兰 说 英见不远 教训还在 我怎么能够不 惶恐 怎么能不紧张 说希望美国政府 当即立断 不再英雄 作物时机 除了胡适 当时中国政府 还有个代表 宋子文在美国 蒋介石给宋子文 打电报 说如果美国 还是这么对日本妥协的话 那么中国四年半的抗战 死伤无数的生命 遭受历史以来 空前未有的牺牲 都是由于美国政府的 暧昧 游移 说 这样做下去的话 中国的抗战就功败垂成 世界上的灾难就没有完 但 蒋介石很痛心地写了一句 说美国这么做 我不知道 千年 百年千年以后的历史 将怎么样记载美国这段历史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讲解石在电报里 给的美国 一个非常严重的警告 说你这么做 跟日本妥协 那么以后的历史 会怎么样记载你们美国 那么胡适把蒋介石的意见 告诉了罗斯福 罗斯福就找胡适和宋子文谈话 谈什么 那说我们美国这个办法呀 临时办法却有缺点 罗斯福承认错了 在这个时候 在胡适和宋子文 严厉地批评罗斯福的情况底下 据宋子文的记载 说 罗总统无辞可达 态度思路迥撞 就是说 罗斯福无话可说 承认美国错了 除了 蒋介石 除了通过胡适 宋子文对美国提出抗议 还给丘吉尔打了电报 丘吉尔在一天的早晨 凌晨打电报 打电话给罗斯福 说你不要这么做 你不能跟日本妥协 说我们为中国担忧 如果中国的战场夸了 那么我们欧洲战场 危险就会大大的增加 那么 蒋介石抗议 罗斯福 丘吉尔反对 所以罗斯福呢 跟外交部长研究之后 最后决定 抛弃这状蠢事 就是 罗斯福决定 不跟日本妥协 那么 美国不妥协了 美国相反的提出了很强硬的条件 日本人火了 所以12月1号 日本御前会议得出结论 美国已经彻头彻尾的成了蒋介石的代言人 说 如果 按照美国人的 新的强硬的条件的话 那么 日清战争 甲午战争 日俄战争 中国事变 卢戈桥以来 所有的成果 将付诸流水 所以 于前会议决定 对美国 英国 荷兰 开战 那么12月2号 愚人天皇 批准海军 军令部总长 罚出的命令 将攻击日期 定为12月8号 日本人在给美国的 回答召会里边 指责美国 顺从重庆方面的意愿 那么12月8号 4点20分 两个日本代表 向美国政府 递交了最后通牒 和向美英宣战的 天皇招书 突袭 珍珠港 太平洋战争爆发 虚谋已久 这个日本人要搞太平洋战争 虚谋已久 它之所以发生在12月初 这是由于美国政府 接受了中国政府的意见 改变了对日妥协政策所致 因此在12月8号 美国 英国也对日本宣战 同样在12月8号 蒋介石代表中国政府表示 积极其权力与美英苏联及其他州友邦 共同作战 以促成日本及其同盟轴心国家的完全失败 而且蒋介石提出来 应该成立军事同盟 这个同盟要推美国为领导 1941年12月10号 蒋介石在重庆 集建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 提议建立中英美苏和五国的军事合作 定立互助协定 10月10号 蒋介石致电驻美代表宋子文 建议制定中美英和四国联合作战计划 1941年12月16号 罗斯福致电蒋介石 建议蒋在重庆召开联合军事会议 产生一个永久机构 来设计 指挥 我等共同志努力 1941年12月31号晚上 罗斯福粤见中国代表宋子文 商谈发表联合宣言 在作者由英国首相丘基尔 苏联驻美大师等 罗斯福提出将由英美俄中四强先行签字 其余各国将于明天签字 宋子文当即代表中国签字 1942年1月1日 美英苏中等26个国家 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 世界反法西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中国的抗日战争由此进一步 获得世界许多国家的同情 声援和支持 成为取得最后胜利的最大最坚强的保证 那么我上面讲的就是说 中国政府在反对英美妥协里面 起了重要作用 中国政府在改变美国政府的立场上 起了重要作用 由于美国政府从向日本妥协 转变为对日强硬 因此日本发动了珍珠港事变 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因此形成了世界反法西式联盟 在这个过程里面 中国政府蒋介石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前些年有一个日本的NHK电台的记者 到北京访问我 就谈到这个日本的战败问题 我呢 讲了一句话 我说你们日本啊 被我们中国打败了 这个是我是无意之间呢 讲了这一句 你们日本被我们中国打败了 这个日本记者马上表示 说杨吉尔先生你这样讲不对 说我们日本不是被你们中国打败的 我们日本是被美国打败的 那么为什么 好多日本人现在不承认 是被中国打败的 这个我是下面想讲的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说 苏美消灭了日本的侵略主力 我举几个例子 当年美国打日本 叫太平洋战争 采取的战术啊 叫跳岛战术 太平洋上好多岛啊 怎么打呢 打下一个岛 再跳 打另外一个岛 叫跳岛战斗 例如 中途岛战役 日本上市的航空母舰四寿 重巡洋舰一寿 飞机275架 阵亡3500人 另外一个战斗 叫莱特万治战 日军四寿航空母舰 三寿战斗力舰 六寿巡洋舰和十二寿驱逐舰 被击沉 飞机损失数百架 并有一万多名飞行员 和水兵丧命 冲升岛战役 日军死亡 至少有十万七千人 还讲一个例子 叫硫磺岛 到了1945年 2月19日程 在九百余寿战舰 两千余架飞机的资源下 美军以二十二万人之重的兵力 对只有两万人的日军 守卫的二十万平方公里的 硫磺岛发起了进攻 在硫磺岛战役里边 美军全进岛上 二万二千人的日军 但是美军也付出了伤亡 二点八万人的承重代价 这个是美军在太平洋战中中 最大的一次伤亡 也是唯一的一次伤亡总数 超过日军的登陆战役 战役使得陆战三世的战斗部队 伤亡百分之六十 而陆战四世五世的战斗部队的伤亡 更是高达百分之七十五 美军陆战部队几乎失去了战斗力 我讲这些例子 是说明美军在太平洋的战斗里边 每打一个岛屿 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付出巨大的牺牲 所以卢师傅收不了了 请大家注意 主岛进攻 不能胜敌 虚取捷径 就是这么一个岛一个岛的打 每打一个岛 美军都要付出惨重的牺牲 如果这么打下去 罗师傅心疼 觉得美军这么打的话 牺牲太重 所以他要找成一个极境 让美军死得少一点 那么这个极境终于找出来了 原子弹 所以1945年8月6号 美国向日本广岛 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 9号向长崎 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 在美国人 向日本投下的 两颗原子弹 这个中间 苏联出动了 苏军出兵东北 1945年8月8日 莫洛托夫极建日本住宿大使 递交宣战苏 苏军150万人进军东北 一周极战 苏军伤亡2万余人 揭秘日本关东军8万人 8月14号 苏军推进到中国东北的福地 15号 日本天皇宣布投降招数 8月18日下午 关东军司令部下令投降 60万余万关东军 成为苏联红军的俘虏 世界反法许是战争 为什么胜利了 过去 有一个叫苏武 屈原之争 就是说 日本投降了 同盟过胜利了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一种什么叫苏武 靠的是苏联的 武装 靠的是苏联红军 打到东北 这叫苏武 另外一种说法呢 叫屈原 那是日本人投降了 为什么投降啊 屈服在原子弹前面 所以这叫苏武屈原之争 这个争论啊 从二战胜利之后 一直到现在 还存在 但是我想啊 从我上面的叙述 看来 就是说 日本之所以投降 其重要的原因 是由于美国苏联 美国苏联 摧毁了日本侵略者的主力 摧毁了日本侵略者的意志 兵无斗志 所以这个是 我想是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的主要原因 那么我讲到这个地方 大家会有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中国呢 你杨先生讲 这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 主要原因是由于美国跟苏联 把日本的主力摧毁了 那么我们中国到底起了什么作用 所以我下面讲的一个问题是 中国参加反法西斯联盟之后 我们中国做了什么 我们中国的作用是什么 第一 访问印度 争取印度参加反法西斯联盟 印度啊 是仅次于中国的人口大国 但是印度这个国家很怪 地位啊 很尴尬 一 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 所以印度人要独立 反对英国 但是呢 英国又是 中国的同盟国呀 是中国的 战友啊 如果这个印度这个国家 占到日本方面 占到德国方面 不堪设想啊 那么当时 印度有没有可能参加 那法西斯联盟呢 参加轴心国呢 可能性很大 因为印度民族 印度的党派 国大党 国大党有两个领袖 一个我们大家熟悉的 尼赫鲁 另外一个就是 甘地 这两个人都反对英国 反对英国 参加这个 反法西斯 战争 当时 东方的日本 西方的德国 都在纳拢印度 说啊 你印度啊 别跟着英国美国走 你跟我们日本走 跟我们德国走 你只要跟我们走 那我们保证你将来啊 印度可以独立 这个很有诱惑力啊 所以说 当时就有一个人 叫波斯 他就成立了一个 一支军队 叫印度国民军 他成立了一个流亡政府 在什么地方 在新加坡一带 那么这个印度国民军 就是跟日本合作的 如果整个的印度 都倒过去 那么这个对世界反 发失去阵营 是一个很大的危险 所以东方的日本 那印度 你站过来 西方的德国 也在那印度 说你站到我们德国方面来 我们德国人帮你独立 而且 德国人还有一手 德国人派了一个秘密代表 这个代表 这个代表叫杨可 跑到瑞士去 跟蒋介石的代表 贵永青 贵永青后来是 国民政府的海军司令 谈判 判什么呢 说咱们中国 就是你们中国 和我们德国 咱们定个条约 什么条约 中德 军师蜜月 这个蜜月讲什么呢 说你中国呀 你从缅甸 去打印度 我们德国呢 从中东去打印度 德国和中国 打下印度之后 让德国的军队 和这个 日本的军队 在印度挥视 在印度挥视 那么这就很危险了 就是说 印度是人口 仅次于中国的大国 东方的日本 西方的德国 都想拉拢印度 站到自己的方面来 而印度的主要的政党 有反应 很有可能 要站到法西斯那儿去 所以 在这个情况底下 蒋介石 宋美龄 去访问印度 这个是他们夫妇两个 在抗战期间 第一次 离开中国 干嘛呢 调解 调解 英国 和印度的矛盾 蒋介石夫妇 对印度 英国 英政府 就是英国的殖民政府讲 说啊 你们对印度要宽大一点 宽容一点 要允许印度 有自治的能力 另外 蒋介石 宋美龄 又跟印度的两个政党领袖 一个是 尼赫鲁 一个是甘迪蒋 说你们啊 要参加反法式阵营 跟我们中国合作 打日本 至于独立嘛 印度独立 将来再说 你们第一步 先争取自治 也就是说啊 蒋介石和宋美龄 为什么到印度去访问 中国战争打得热火朝天 这一对夫妇 为什么到印度去了 稳定印度 要把印度拉到 反法式是阵营这边来 那么蒋介石和宋美龄 要去印度访问 谁不高兴 谁反对呢 英国反对 英国的丘吉尔反对 他想 印度是我英国的殖民地 你中国的领导人 跑到印度来干什么 所以说 英国政府 反对 蒋介石和宋美龄 访问印度 所以英国人就告诉蒋宋二人 第一 说 尼赫鲁就在新德里住着 千万 你们不要去找尼赫鲁 说这个甘地 就在另外一个地方叫瓦达 说蒋介石无论如何 不要去看望这个甘地 因为一看望甘地 那甘地的名声就更高了 蒋宋 都没有听丘吉尔的意见 当天晚上 蒋介石宋美龄就见了尼赫鲁 然后 过了一天 又在加尔阁大 挥剑了 这个甘地 目的就是要劝 印度国大党 要 站到 反发西式阵营这边来 这个是 中国 参加了 世界反发西式联盟以后 做的第一件工作 所以我说 蒋介石夫妇决定反应 调解矛盾 说服反英的 国大党人 参加反发西式阵营 不要被日本风化利用 英国所说的丘吉尔呢 反对蒋氏夫妇反应 特别反对蒋介石到瓦尔达去会见甘地 写信给蒋 要蒋要讲 好好思说 所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 英国的印度总督 会见宋美林 要求蒋不要 首先 会见 在新德里的尼赫鲁 被宋拒绝 蒋要求 由英方安排与甘地见面 英方提出在第三地见面 1942年2月18日 蒋夫妇在加尔阁大挥见了甘地 提出中印共同奋斗 寻求两国合作的共同基础 那么甘地呢就摇着仿击 仿着击 没有回答 蒋回到中国以后 提醒英方对国大党要宽容 那么1942年下 英国与国大党谈判决力 逮捕了 甘地与尼赫鲁 丘吉尔提出 彼此不干涉内政 反对蒋介石宋美龄 要求释放 国大党尼赫鲁甘地的工作 丘吉尔顽固 不化 那么蒋曾经 争取卢师傅的帮助 但是呢 英美是同盟者 罗师傅不愿意插手 就劝蒋 避免任何轻微的干涉 后来宋美龄到美国去演说 强调印度独立 对于同盟国的重要性 要求无条件地释放甘地 尼赫鲁 丘吉尔给英国的外交大臣 埃登写信 认为宋美龄是麻烦制造者 被宠坏了的小孩 要准备向中国提出抗议 所以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来 当时中国政府一心一意义的 要调解英国和印度的矛盾 目的是为了防止印度被拉进 反 拉进法西斯阵营 要求他们占到 反法西斯阵营 尽管这件事情由于英国的反对 没有能够完成 但是中国政府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中国参加了世界反法式联盟以后 所做的第二件工作 是派前远征军出战缅甸 这个缅甸呢 是中国的南方的邻国 缅甸对中国有特殊的重要性 中国抗战需要 接受外国的军火 需要接受外国的援助 靠什么 首先靠香港 香港被日本占领了 这条路断了 然后靠跌越铁路 云南到越南的铁路 由于越南被日本占领了 这条路也断了 最后剩下的一条路 是殿面公路 从云南到缅甸的公路 西方国家对中国抗战的援助 都是先运到 缅甸的阳光 然后经过阳光 通过缅甸 殿面公路 运到中国的西南方 那么日军为了截断 中国抗战的国际通道 所以一定要 占领缅甸 一定要掌握 要斩断 这个 殿面公路 所以说 中国 一定要 援助缅甸 但是缅甸 又是英国的殖民地 丘吉尔 不愿意 中国的军队 进入缅甸 一直到后来 开始 中国的军队 已经到了原南 要进入缅甸 要保卫 中国的国际通道 但是英国反对 一直到了 把阳光被英国占领了 丘吉尔才勉强同意 中国政府军队进入缅甸 中国军队进入缅甸以后 首先打的第一仗 叫铜谷保卫战 铜谷是缅甸南部的一个战略要地 中国军队作战的是第二百师 杜于明是首任市长 杜于明身为军长以后 由戴安南继续当市长 戴安南是一个很有名的将领 曾经参加过武汉保卫战 昆仑关攻坚战等等 当年中国远征军 有一首战歌 枪在我们肩上 雪在我们胸膛 到缅甸去吧 走上国际的战场 这个可能大家都会想起当年中国人民志愿军的 雄九九七阳昂跨过亚柳江 那么当年的中国远征军 就是唱着这一首歌走向缅甸的战场 戴安南将军 战安南将军 他写了一首诗 走着仰光这个海口城市 但是在中国军队到达之前的一天 英国已经下令撤离仰光 所以英国实际上是骗中国军队啊 卑为守军 以寡敌众 与其英勇作战之经过 时使中国军队之光荣部中 争议兴业 日军 一个军官叫横田 他说 南京以来 从未遭遇过 像这样的敬敌 敬敌是谁呢 就是头顶青天白日会制支纳军也 就是中国的军队 第二个战斗 仁安枪制战 1942年4月14号 英国的军队七千人 被日军包围了 中国的孙立仁将军的部队 发起进攻 把英国的军队解救出来了 孙立仁将军见到英国军官以后 说 你们真的把日本鬼子都打跑了吗 不相信啊 孙立仁以少数部队 把日军打败了 把七千个英国兵救出来 所以 4月20号这一天 就被定为 克服 仁安枪 解放 解救 英军的日子 孙立仁 被英国国王受于帝国司令的勋章 这个是中国远征军的第二次打得很漂亮的一支战斗 第三个战斗是攻克密资纳 密资纳是明北的一个重镇 中国军队 一个是为了打通当时正在建设的中国和印度之间的通道 一条公路 另外 是为了减低 头峰航线的危险 大家知道头峰航线 是一条空中航线 是一条飞越喜马拉雅山的航线 有多少架飞机 多少个飞行员牺牲了 因为它太高了 所以为了减低 头峰航线的危险 就是要把密资纳拿下来 让头峰航线的安全度 要提高 另外 要使得日军 在缅甸北部的军地 让他没有后路 那么这一支战斗 是由中国的将军 郑东国指挥的 英国人不想打这场战斗 英国人只想保守他的印度 另外只想控制香港 控制东南亚 所以反对在密资纳进攻日军 那么由于美国方面的支持 最后在密资纳这场战斗 还是发生了 打胜了 打了一百天 把密资纳拿下来了 密资纳拿下来之后 中国驻印军完全掌握了 明北的主动权 殿面形势完全改观 这次战斗 美国将军史迪威的评价是 中国士兵 完全能同 世界上的任何军队 媲美 吃苦耐劳 尝试见任劳任怨 在密资纳战斗里边 美国将军先后换过 三位美国的战地指挥官 不断地扩大 中国将领的指挥权 最后是由中国将领 指挥了全部的作战行动 1943年10月 中国驻印军远征军的一部分 从印度出阀 进攻明北日军 兵力12万人 一年半中 收复缅甸 大小城镇50多座 挺进2400公里 解放了缅甸国土 13万平方公里 跟这个同时 在云南的 陆江以东的 中国远征军 16万人 1944年5月返攻 经过八个多月的口战 收复了滇西全部失地 38000公里 平方公里 毕上日军 21000人 中国驻印军 和中国远征军 两军合计 打死日军 48850人 中国远征军 伤亡 7954人 有29000人 就长眠在 缅甸的土地上 这个是 中国加入 世界反法式同盟以后 做的第二个工作 打击 牵制 困扰日本 这个是 中国军队 做的第三件工作 从1937年到 1940年到 日本 日本在中国的 陆军 占其 陆军 总数的 78% 最高 达 94% 二战的战区 是 2200万平方公里 中国战区 是 600万平方公里 德日裔的法西式军队 使1100万人 中国抗击了其中的240万人 由于中国战场的存在 由于中国军队的抗战 第一 阻碍了日军的北京计划 使得苏联得以加强欧洲战场 避免两面作战 专心自治地对付希特勒的部队 从1941年春到1940年秋 苏联先后从远东地区 调集了54万人 5000门大炮 33000多辆坦克到欧洲 自然 这对于保卫苏联的欧洲国土 以及最后反攻 击溃德军起了重要的作用 所以史大林曾经讲过这样一段话 他说 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 被中国捆住的时候 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 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 避免两线作战 英国首相丘吉尔也说 如果日本禁取印度洋 必然会导致我方 在中东的全部阵地崩溃 而能够防止 上述局势出现的 只有中国 罗斯福对他的儿子 小罗斯福讲 假如没有中国 假如中国被打垮了 你们想一想 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 可以调到其他战场作战 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 打下印度 并且一直冲向中东 日本可以和德国配合起来 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反攻 在进洞辉尸 把俄国完全隔离开 吞并埃及 斩断通向地中海的 一切交通线 那么以上讲的是 中国政府参加了 世界反法式联盟以后 所做的三项工作 一个就是访问印度 争取印度 不要被日本 被德国拉过去 第二 远征缅甸 第三 在中国战场上 打击日军 牵制日军 困住日军 中国政府 对于 世界反法式联盟 是忠诚的 在中日战争过程里边 根据统计 日本人曾经跟 国民政府 谈判过12次 要想把中国政府 拉到日本方面来 要想让中国政府 让蒋介石和汪精卫河流 但是都被 重庆政府 被蒋介石拒绝了 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有一年 日本人找到 蒋介石在香港的代表 讲什么呢 说只要 重庆政府 做到谈判桌上来 跟日本谈判 那么我们日本呢 保证两条 第一条 抛弃汪精卫 第二 可以把汪精卫杀掉 孔祥夕呢 觉得这个条件呢 很好 只要做到谈判 做前的谈判 那么 日本人抛弃汪精卫 而且 可以把汪精卫杀掉 这不很好吗 所以 孔祥夕就给蒋介石 写了封信 说 条件不错 马上派人到香港谈判 但是 蒋介石在 孔祥夕的报告上 批了一行字 怎么批的呢 说如果有人 继续 用借汪精卫 来劝我 跟日本人谈判 杀 无事 用非常坚决的态度 拒绝 跟日本人谈判 另外我刚才讲到 德国的 戈林 希特勒的第二把手 派一个代表到杨克 到瑞士跟蒋介石的代表 贵永青谈判 建议 定立 中德 军事密越 共同进攻 印度 让西方的德国军队和东方的日本军队联合起来 可以手纳手 那么蒋介石指示 他的秘书陈布雷 说赶快 回答 坚这个事情 无能如何 不能做 坚决拒绝 1942年 1942年蒋介石 严令拒绝 绝不可能 覆绝为要 就是坚决 不跟希特勒合作 中国政府 参加了反法式联盟以后 一个最大的 一个活动 就是开楼会议 1943年中期 盟国开始考虑举行一次最高级的会议 讨论对于轴心国的作战和战后安排 苏联因为当时处于对日 还没有对日作战 所以斯大林不参加 会议分两次举行 第一次在开楼 是由罗斯福丘吉尔 蒋介石 第二次是在伊朗的德黑兰 是由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参加 前面的会议 开楼会议是讨论远东 德汉人会议讨论欧洲 这个会议 决定恢复中国主权 要把日本占领的东北 台湾 澎湖 辽东半岛归还中国 决定对日本的惩罚办法 要决定 要不要保留天皇制 由日本人民自己来决定 讨讨论了日本 战后对日本的军事管制 罗斯福提出来 以中国为主 蒋介石提出 蒋介石提出要以美国为主 关于战争赔偿问题 蒋介石提出来要 主要有十五个人 赔偿 会议和讨论了周边国家的独立问题 关于朝鲜 中国方面 主张让朝鲜自由独立 但是英国提出 但是英国提出来 不讲独立 只写明 脱离日本之统治 那么由于中国政府的坚决主张 所以会来 《开楼宣言》是明确地表示 朝鲜要独立 关于越南 泰国这些国家 《开楼宣言》也表示 要坚决让它独立 所以说12月1号 《开楼宣言》发表 三个字宗旨 在剥夺日本 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 在太平洋上所独得的 或占领的一期岛屿 即使日本在中国所窃取的领土 如东北四省 台湾 澎湖 立岛等 归还中华民国 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者贪欲 所拘取的土地 亦将使物将日本驱逐出境 我三大盟国任自朝鲜人民 所收治奴隶待遇 决定在相当时期 使朝鲜自由与独立 那么《开楼宣言》的意义在于 让中国首脑跟英美的首脑 平等会晤 共上世界大势 这个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事情 第二个意思 《开楼宣言》反映了中国人民 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愿望 最后谈一个问题 中国抗战胜利的原因 中国抗战为什么顺利了 我认为是由于两个同盟的存在 国内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各民族 各阶级 各党派 各阶层 各团体的统一战线 国际是以美苏英中为主体的 世界反法式同盟 如果没有第二个同盟 中国单独对日作战的话 最终我相信中国也会胜利 但是时间会漫长 不会是八年 可能会更长 困难也会更大 最近大家在热议抗战胜利的原因 热议中国战场的作用 我想介绍毛泽东在五十年代 跟南斯纳夫代表讲的两句话 毛泽东跟南斯纳夫代表团讲了 说反法式战争 我们不是主力军 我们只是小支队 那么我想毛泽东的这一段话 还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就是说中国的抗战 是世界反法式战争的重要的部分 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式战场的东方主战场 这个战场在打击日军 牵制日军 困住日军方面 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我刚才引用了斯大林 引用了丘吉尔 引用了罗斯福的话 他们都承认 中国战场在打击日军 牵制日军 困住日军 让他的双脚陷在中国战争的泥塘里边 拔不出来 这个是重要作用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 世界反法式战线的其他国家 特别是美国和苏联的作用 毛泽东同学讲 我们不是主力军 我们只是小支队 这个当然反映了毛泽东的谦虚 但是我认为也是反映了 世界反法式战争的实际 这个是我们既不能否定 中国战场的作用 但是也不应该夸大它的作用 我们只是在另外一位旅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